哈啰 大家好 瑞丸です 好 诶 这一次传将LL的情报的时间点来的非常的突然啊 而且这个角色 魔人浦我是完全没想到会出他啦 因为三千日的关系一直都是往三的方向去想 可是没去想他的敌对啊 诶 真的是没想到 不过也好啦 因为毕竟今年超戏的角色也出的够多了 也稍微补强一下也非常棒 然后又是一次啦 在四月份的限定跟传将没有任何关系的 没有任何的关系 OK 那么这一次的话 就带大家来看一下这张马进步的能力吧 首先 就先从他的必杀动画来看一下 Let's go That's all the time Let's come 你不許,絕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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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! OK,這一個就是我們馬進步的必殺動畫演出啦,整體來說就還不錯,回憶感還蠻重的,就那個收集丁天,然後遍遍不全地的那個光波,直接一瞬間把地球人給殺光,然後再來就是那個整個人變成一個球,如果是有超山霧天克時就把他變成田田拳了。 OK,整體就是這麼個樣子,然後這一張魔龍譜的話,他的屬性是極速啦,然後三維素質其實蠻高,尤其是防疫啦,達到15163的地步啦,相當相當的高,然後火力,攻擊力也有一兩萬億,都是屬於高水準的。 嗯,不過這個是屬於一般的傳將妖奧,而不是即限定的傳將妖奧啦,所以隊長技方面,就回歸到以前的水準啦。 欸,魔人普篇,天界四劍,奇力加四,血攻防,150%提升,這麼樣子。 然後他的必殺效果,一回合攻防上升,極大傷害,大幅降低防疫。 超必殺的話,一回合攻防上升,敵全體超級大,欸,傷害。 然後中確率奇蹟,就跟我們的去年的北基大啦,大元達是同樣的水準啦,欸,敵全體超級大,欸,就是全體攻擊,然後火力又非常猛。 這一張算是不錯。 然後被動面上來說的話,自身登場時,限定一次登場動畫演出,四回合內,自身的七力加五,攻防120%提升。 然後,自身的攻防120%提升,這個是他自己的基礎啦。 嗯,然後攻擊時,血量在30%以上時,攻擊再加30%。 如果血量在60%以上,攻擊又會再加30%。 血量在90%以上,那麼攻防會再加30%。 多多到來這一part的話啦齁,在攻擊時真的是滿血的話,有90%的攻擊加成,跟30%的防疫加成啦。 OK,然後再來的話,是超高確率的全屬防疫,那有點小可惜沒給到主啦,只有超高確率。 不過只能說,沒有黑馬好了啦。 不過,基地性的東西,大家都知道啦。 嗯,呵呵呵。 OK,再來的話,就是魔人普篇,或融合或合體戰士等類別的敵人存在時,必定全屬防疫啦。 這個GUD都是確定,可是就必須要有敵人的特攻,存在才有辦法。 嗯,然後防疫成功的當回合,必定追加攻擊,並且高確率必殺發動。 這樣的話,就有機會二連必殺到三連必殺,賠償自身的潛能點。 然後受到攻擊後,自身的下次攻擊時啦齁,一時間攻擊100%提升。 這一個一時間的攻擊加100%應該是限定於第一發必殺吧。 就是超必殺,可能那一發必殺,欸,然後就100%提升。 然後回到可能連擊過,連擊的時候,他的攻擊又少掉這100%。 如果我的理解沒有錯誤啦,因為他只是一時間嘛。 嗯,如果是可以連買一般的12期必殺,都能把這個100%給觸發出來的話,欸,那會更好啦。 嗯,不過這邊寫的有點,一時間攻擊加100%。 也就是說不會延續下去這樣子的感覺嘛。 老實說這一條被動,我不是很確定啦。 要實際使用過後,才會知道。 到時候正式出來過後啦齁,我們再來試試看。 再來試試看。 然後再來就是,每一次受到攻擊自身的氣力加益,最大加氣,防疫20%。 然後最大140%。 這個是用想成的啦,還不錯。 那麼通過,欸,這一整個被動啦齁。 他的最大加成啦,被動全滿的情況下。 假設四回合後,血量有在90%以上的話啦,攻擊是有318%。 如果有被打一時間攻擊100%再提升的話,我們可以達到538%的攻擊加成。 防疫面上的話是428%。 行動後,欸,672%。 這個是血量90%以上。 如果血量90%以下,防疫行動後,所以剩下586%會少了一些些啦。 不過,理想狀態,欸,當然就是90%以上。 但是目前的關卡來說,大家都知道啦,敵方打得非常痛。 所以要維持在90%以上,也不是那麼容易的一件事情啦。 OK,這個就是他的整體能力嘛。 然後再來的話,主動技。 戰鬥開始5回合後,血量在60%以下就可以發動啦。 嗯,不算一個非常簡單的能力啦。 因為就有限制回合,又有限制血量,這個主動技。 相偽麻煩一些些。 然後效果的話就不錯。 一時間攻擊超大幅上升,究極傷害。 然後,血量40%恢復,使敵人當回合行動一次。 不消化,就是Action Break啦。 可以Action Break一次。 這個就是他整體能力。 所以,接著的話,他的連接跟類別就相當的普通了。 基本上就是魔人普屋專用的。 然後跟魔人普屋2,會比較棒。 就是那一張變身的那個交替普屋, 到變到最後的階段的那個普屋2,是會最理想。 六條連接。 要不然的話就是跟L奧的T普屋也不錯。 都有60%的攻擊加成啦。 至於其他的話,會稍微掉一些些。 然後,類別方面。 魔人普屋。 天界事件。 變身強化。 人工神命體。 魔人之力。 力之吸收。 永遠的宿敵。 世界的溫亂。 還有怒哩。 憤怒爆發。 不過,這些類別組合到玩樂齁。 都沒辦法讓他吃到200%的隊長技啦。 目前就是遊戲內,沒有半張。 沒有半張的隊長技可以讓他吃到200%。 這個是比較遺憾的點。 所以,這一次的數值計算就以 對長技170%這樣子來計算吧。 跟L奧的T普做連結。 攻擊60%。 防疫25%這樣子的狀態。 然後,我這邊的計算啊。 都是假設我們的血量都沒辦法維持在90%以上。 所以就是血量60%以上了。 沒辦法到全能力了。 比較簡單一些。 我們可以看到比較。 我們長期可以保持在的狀態這樣子啦。 如果是4回合內的話啦。 有被打跟沒被打。 那個輸出其實差很多。 大家可以看啦。 55%這邊沒有被打是886萬。 有被打到第一下的話是1441萬。 這個是以超必殺來講的話啦。 然後,財星的話。 接近2000萬的全體攻擊。 1796萬。 非常誇張。 如果是有200%隊長技的話。 財星這一隊啦。 可以達到2000萬的輸出啦。 我剛剛有稍微計算一下。 只是這邊沒有呈現出來。 這個是在活力面上。 活力面上應該是沒什麼好擔心的啦。 只不過就是他自身的潛能。 應該說被動上面是沒有帶彗星。 所以如果想要有更高的輸出啦。 在潛能點可能是需要extra分一點給彗星。 那麼他的活力才會上來。 OK。 那麼接著就是防禦面上面。 在最初死的時候是。 就是一登場啦。 22萬。 如果沒有被打到在行動後是28.6萬。 講真是不高。 可是每被打一下啦。 他的防禦力會20%提升嘛。 表示就是被打一下。 他的防禦力就會去到26.4萬。 然後行動後34.3萬。 被打到3下就有35萬。 被打到7下。 行動前啦。 會有52.8萬。 行動後68.6萬。 不過這個是在4回合內啦。 他的最強狀態中。 After4回合過後會少掉120%的那個基礎攻防啦。 這邊才是比較考驗他的那個正本令的地步啦。 4回合之後血量60%以上。 攻擊就直接少過1000萬啦。 在梅凱魯的狀態下。 當然如果是血量90%以上的話。 會再有30%的攻擊嘛。 那麼火力還可以往上走一點點。 可以破1000萬。 不過也就那個樣子啦。 然後如果沒有被打的話才573萬啦。 這個是超必殺傷。 然後防禦面上的話。 行動前34.1萬。 行動後44.4萬。 如果是有連必殺。 54.6萬。 這樣真的是沒有到特別高啦。 所以。 全屬性Guard那個超高確率。 有沒有觸發是非常非常的關鍵。 有觸發的話。 那麼就會輕鬆很多。 沒有觸發的話。 可能我們就直接飛啦。 不能中必殺。 其實以他的防禦力來說。 只要不中必殺。 其實是沒什麼太大問題。 但是中必殺的話。 就會有點痛苦啦。 然後成功防禦的話。 會有連擊必殺的話。 那麼最高單回合。 其實可以去到三必殺啦。 三必殺來講的話。 以他的活力啦。 大概是可以達到2000萬。 這麼個傷下啦。 在四回合之後。 四回合之後。 嗯。 彩星狀態的數值就還不錯啦。 最高可以去到70萬的防禦力。 甚至還可以更高。 然後行動前是4萬。 然後如果是有GACTO的話。 那當然最好。 如果是有X3號位再加防補助的話。 他的能力也會達到更高。 因為他的那個140%被打的那個增加防禦的被動是用來相成的。 所以有一個40%的防禦補助啊。 或者50%的防禦補助在3號位。 那麼可以對他帶來的效益會更加更加的高啦。 OK啦。 這個就是我們這一次的傳將。 魔人浦二。 沒有到很驚艷。 講真的沒有到很驚艷。 可抽可不抽。 就看大家對他的愛啦。 嗯。 然後他的卡機開啟時間點是在4月17號下午4點。 也就是星期一啦。 因為明天開始星期五、星期六、星期日都是屬於舞蹈會天嘛。 官方可能就是讓大家用盡心思的去打舞蹈會。 然後把這一張放到星期一才來開抽這個樣子。 OK。 以上就是我們的魔人浦他的能力介紹啦。 大家覺得怎麼這樣子這一張卡。 會不會想要抽啊。 我自己是還好。 講真的是還好。 沒有到特別有愛。 因為我想要看一下三千日還會有什麼活動。 這張的話就真的是屬於一張可有可沒有的角色啦。 我自己這樣認為啦。 沒有到硬要抽的地步。 OK。 那麼這一次的影片就到此結束啦。 謝謝各位的收看。 大家馬上看咧。 拜拜。